- 國人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週末版政治到了 我是許貴雅 東京奧運台灣的好手 真的是讓國人為之瘋狂 真的看到非常非常緊張 今天晚上呢 又可以說是這個羽球的奪牌之夜 今天賽程部分跟羽球相關的 非常的多 包括我們的小天周天成 他是八強賽 那另外還有小黛黛之夜 以及我們的林楊佩 李楊跟王麒麟 心肥二人組 他們更是羽球男雙部分 要打是金牌戰 那他們都締造了 台灣奧運羽球史上前所未有的佳績 也藉由體育這個部分 把台灣推向了世界 不過說到比較可惜的部分 是桌球男單的部分 我們的小林同學林雲汝 他同牌戰是落敗的 不過國民黨理會還沒很清楚 他臉書貼文 卻是賀林雲汝拿下了銅牌 這個也蹭得太尷尬了一點 那另外我們還要來看到的是 台灣在防疫上面 最近藍營縣市又在喊說 疫苗不夠啦 可是卻被抓到他說 他們這個疫苗不用預約 根本是黑白煮嘛 那你把這一些乖乖牌 大家乖乖的登記預約 等疫苗的民眾當成是傻子嗎 而發生這個好心肝特權疫苗的台北市市長 中華亞太經營交流協會的秘書長王智慎 中華亞太經營交流協會的秘書長王智慎 各位好大家好 然後歡迎國民黨新北市議員葉元之 各位好大家好 稍後還有政治評論員林玉會會加入我們討論 我們先來看到 這個羽球女丹的部分 戴茨穎那一場球 大家看到 心臟說共共要疼去 不過呢 這個羽球男雙的部分 李洋跟王麒麟 這個林洋配 這一隊組合四強賽直落二 直接就打敗了印尼的好手 那今天晚上對上的是 中國的選手要拼金牌 我們一起來看 身高188這球打得真好啊 羽球黃金男雙 王麒麟 李洋 四強賽對上大魔王 林洋配只花了28分鐘 就以21比11 21比10 直落二 擊敗印尼 金牌戰將對上世界排名第一 中國隊 他們兩方面的球路 其實打法都比較像 因為兩組都還算不及 所以他們的回球的速度力量 相對來回一定會比較快 比較快的同時 就是看誰的主動球 可能比較多過 中國隊劉宇宸 李俊慧默契不錯 從2013年就開始奪牌計畫 拿到紐西蘭羽球大獎賽銀牌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奪金 接著一路又金又贏 2015年中國羽球大師賽金牌 2016年雅錦賽銀牌 隔一年登上南雙世界排名第一 林洋配這次要拍下對象 可是頂著三項羽球世界冠軍頭銜 前幾天也是我打得比較差 那其實也是也很有耐心 然後一直鼓勵我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彼此互相努力 不敢想太多 因為跟他們打 如果你一個失神或閃神 很有機會就被他們給一波帶走 對 就算有節奏 就很容易被他們控制住 所以我真的不敢想太多 羽球場上傳出捷報 林洋配紛紛發文說 我來自臺灣我驕傲 勇闖金牌戰已經破臺灣南雙紀錄 對上中國李俊慧 劉宇辰 期待奮力一搏 鍍金返臺 林洋配的表現真的非常精彩 我先請教石大哥 我們看看他們的小檔案 林洋的部分 他的小檔案今年25歲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開始打羽毛球 說成績沒有特別的突出 所以爸爸一開始來意識說 沒氣力不要再打 叫他要放棄 那曾經也受過大傷 這個羽球生涯一度 是的確是好像打不下去了 但是因為他不服輸的選擇 要繼續的努力 那王麒麟的部分 26歲小學三年級 開始投入訓練 主攻就是雙打的這個項目 我先請教石大哥的是說 他們到現在這樣的成績 會意外嗎 會感到意外嗎 我想他們兩個過去 其實因為他們在早期的時候 雖然是同學 但他們彼此並不是互相搭配 那早期陳麒麟是搭配我們國內另外一個已經退休的好手 叫陳鴻林 大概從一二一三年一直到一七一八年期間 就是臺灣的首席雙打 那時候我們叫雙齡配 那李楊跟李哲輝這個搭檔 是長期的二號搭檔 對也就是說其實王麒麟跟 二號搭檔 就是我們的羽球隊裡面有成績最好的打第一組 那成績其次的打第二組 第二種子 類似我們國內的第一第二 那李楊跟他之前的這個李哲輝這個搭檔 他們長期是二號 也就是他們長期是一號二號 後來他們是分別拆夥之後 因為陳鴻林退休了 那退休之後 李楊跟李鎮的這個搭檔拆夥之後 他來搭配王麒麟變成現在的這個林楊配 那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曾經沒有很理想 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他還輸給了自己以前在合庫的好幾個雙打的組合 可是到了一九年的年底之後 他們忽然開始異軍突起 然後特別是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他們拿到了兩個這個泰國羽球公開賽的超級一千大獎賽 然後可以參加年底的總決賽 後來又拿到總決賽的冠軍 等於是二零二零 他們三個大賽 就是最重要的三個大賽 都拿到了冠軍 所以從二零二零的年底到二零二一年的年初 這一組搭檔才完全的成熟 而且被人家看到說 他是在奧運上面 或者是將來的這種像全英賽這種大賽上面 他們互補的非常的好 對 互補的非常 是有一個能夠奪牌的機會 因為元芝說 他要表達這一題 元芝對於前也說 元芝說李楊是新北市民 來用元芝來表達 李楊其實他是他是涉及金門 但他其實是住在中和 那我是板橋就到我們隔壁 所以我要撐一下他 因為那個李楊真的是非常優秀 你如果看他的故事 所以你本身認識他是不是 不認識 我是最近認識 但是這個他 你看他那個成長故事 會覺得真的是非常勵志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從小的時候 他羽球打得不是非常的好 那他爸爸還曾經跟他講說 叫他不要再打了 那他是從小學的時候 他開始練 那當時他爸爸說你太胖了 你去練習一項運動 那他就從那個手球跟羽球兩個選一個 結果因為他手太小了 沒辦法打手球 後來就選了羽球 可是他的左腳 左腳的那個左腫骨有受過傷 一度就不太不太方便 可是後來他就他到 他到國小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打不好 可是到了國中加入了一個 那個羽繞球的名校 叫做中山國中 又開始慢慢開始展露頭角 可是一直沒有加入到甲組 一直到大學 大概二零一三年的時候才加入甲組 後來就是越打越好 那他也算是一個這個苦練出身 我覺得 所以我發現這一次有很多奧運選手 其實在之前可能都受過傷 像是郭信淳什麼都受過傷 但他們就是靠著非常自律 然後不斷地練習 然後才打得非常好 那我覺得李楊跟那個王楊 你就是王 麒麟 王麒麟 王麒麟 這個 李楊佩 你不可以不四星北四 你就要這樣 因為王思琦也在趁王麒麟 說他們兩個名字一二一逼 他們兩個很可愛 王麒麟就前兩天 他們贏了 贏了那個世界第四名 就是日本隊的時候 他說 今天你們知道我們 我今天是靠什麼贏的嗎 我今天是靠我們每天的比賽 都會看那個幸運色 像他是摩羯座 他說摩羯座當天幸運色是黑色 所以他說襪子 然後鞋子都穿黑色就贏了 他們兩個真的非常可愛 然後你看他們每次比完賽姿 不是都會倒下來很高興嗎 對不對 然後一個是往前彎 一個往後彎 所以網路上就在瘋傳說 為什麼他們兩個會贏呢 因為你沒看他們兩個姿勢 這個叫什麼姿勢 這叫姿勢 所以李楊他說 那個另外一個羽球好將 叫周天成 他說周天成 他是基督教徒 所以他每次都會說什麼 感謝天主 他們兩個人就是這個感謝行天公 所以你看這個運動員 就是說他們在場面 場上 表現很優異 然後可是私底下又非常非常輕鬆 然後讓人家覺得很開心 所以這次選手 大家都非常喜歡 那最後補充一個 其實李楊他 他這個 他雖然是球打得很好 但他也不忘回歸 就是回饋鄉里 他好像上在兩年前 還有跟他爸爸回到金門 還捐了三十萬 給金門縣政府 然後就是發展這個羽球運動 所以這些運動員都非常的欽佩 好 來 志森老師 因為我們其實來看看整個我們說臺灣羽球 奧運史上的新紀錄 的確非常不簡單 而且我們又贏了 又贏了 我們先看看的是 他們一開始七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第一場其實中間有遇到挫折 可是賽事的關係 他們還是繼續晉級 然後晉級到七月二十七號的時候 對上是世界排名第一 世界排名第一的這個印尼的組合 順利晉級到八強 然後七月二十九號 八強賽直落二擊敗了日本隊 其實日本隊當時大家覺得說 其實不可惜 因為他們又贏了 而且又是直落二 七月三十號一樣又是直落二 打敗是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尼的大魔王 所以到了這一天 我們看到是金牌戰的部分 那志聖老師來 因為剛剛我們其實這個 時大哥有提到說 他們組合是怎麼樣組合的 然後這個中間的過程 可是這過程間有一個環節是 據說這個李楊 他要轉到說跟王岐霖 來做搭配的時候 或是轉隊的時候 是有什麼樣的批評跟爭議嗎 當然一定會有 剛剛那個時大哥有提到 就是說李楊 他之前其實是在合庫 當中是跟之前的這個 應該是李哲揮吧 來共同搭檔 那其實跟李哲揮這個搭檔的表現 也不錯 他們那一年二零一八年 拆火前最後是拿到亞運的銅牌 也就是說事實上 剛剛講說 雖然一直都是男二 但是好不容易有出頭 感覺上有亞運銅牌 年紀也才二十出頭 就覺得說未來是值得培養的一組人 可是我覺得中間拆火的原因很多 就是說你沒辦法技術上有突破 或者是說兩個人的默契 或者是說可能訓練的方式等等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李昂毅然決然的 他等於離開了合庫轉到土營 你要知道不管是羽球 不敢是桌球 其實我們的供應行庫 對於我們這些球員的培訓 投入支持都是非常多的 那當李昂這樣無欲 那講就是當然是一段波折 之後轉過去 那時候剛好那個李哲揮還在當兵 李哲揮是理著小拼頭出來 知道這件事情的 所以他當然說 他可能心裡面有一種被兵變的感覺 對那種心情上面說 他雖然心裡面可能有底 可是突然間出來知道這個消息 搭配這麼久的搭檔 當然心裡面還是會有一些爭議 特別是不要 我還強調他們剛拿完亞運銅牌不久 大家都覺得他們是未來的希望 所以當然那時候李昂這樣子的一個轉隊 當然會有一些爭議 那又圖倫剛剛所提到 一轉隊的時候 跟王麒麟搭檔 一開始當然沒有非常非常 他都要磨合 可是我還是要強調很不容易 你等於是嚴格講 你等於是二零一九年的年初 這兩個人差不多 差不多算是正式的開始 在國際賽徵賽 其實一開始就在那個三百 積分三百的那個西班牙賽 他們就拿到冠軍 好像看到一絲曙光 那一九年的磨合過程當中 他們拿了一個超級五百的 應該是印度賽 那二零二零 這跟史達哥講 連續拿了兩個超級 這個一千的這個超級賽的 這個積分 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兩年的時間 那為什麼他就會講說 那李昂跟王麒麟 為什麼這個默契 可以搭配的這麼好 特別跟岳元智講的 他說這個李昂 其實一開始羽球打的沒有很好 事實上真的是 他到高三才進入甲組 我不曉得大家知道 我舉個例子 叫戴子穎小六 為什麼被認為天才 戴子穎小六就開始打家族 這個李昂是努力到高三 他是氣而不捨 他大氣完成形 對對對對 這樣的過程 可是你看短短的兩年 突分 我覺得跟這兩個人 他們這個打球的屬性 搭配得很好 也有關係 你會看到兩個人 也不能講天龍地虎 就是身高是有一點點 一點點落差的 就是王麒麟一百八十八 將近一百九 讓王麒麟擅長的 就是他後場的殺球的力道 還有攻擊的力量 是非常強的 你會知道 你看到那個在打南雙的時候 通常那個走位一前以後 左右活動 那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李昂強在什麼 他前場的防守 還有快速的平推 那剛好這兩個人變成 是在技術上可以去互補 那這個技術的互補 就等於是讓他們可以在球場上面 無往不利的過程 剛剛桂亞講到 你要知道 他這次打過 一路打下來 其實你直接看很可怕 玉塞打敗世界第一 然後八強打敗 那個日本的組合是世界第四 那這個昨天 昨天打敗的是這個世界第二 印尼的組合 等於打敗世界第一 第二的印尼組合 跟第四的日本組合 他自己排名 現在他們自己排名世界第三 可是他們是等於是扎扎實實的 每一個擋在他們前面的排名 都一個一個的去這個贏下來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他們這樣子的互補的過程 其實是非常非常具有競爭力 而且我要強調才短短兩年 那這樣的過程 你就可以看得到說 事實上在南雙 他就這個這樣子 李洋當初的決定 或許剛剛講有一些些爭議 可是一路走下來 他們的堅持 他們看到了這個豐碩的果實 有些時候互補性很強 也是在比賽當中 每一個人強項不同 才能夠發揮到臨時盡制 那因為他們昨天是四強賽當中 打敗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尼的名將 阿三跟阿萬 順利晉級到金牌戰 但是在比賽過程中 你想想看 印尼國家那一些民眾 可能心裡也會受傷 可是他們看到螢幕 過去跟前輩 去把先拜說這樣的比賽過程 他就跟他們互相的這個打氣 結果圈了不少的印尼的球迷 圈粉不少人 我們一起來看 球意起高 行飛南雙 借連中派狂殺 不客氣收下分數 台灣羽球最強南雙 李洋黃紀霖 東京奧運南雙四場戰 儘管對手世界排名第二 又是偶像大前輩 但李洋佩不只拿下勝利 這一幕更讓印尼人好感動 好 好 打拼 然後 一根拼 出一個牆子 要出一個 出一個 空手跳 好 打印偶像的李洋佩 Cell還是沒忘記 像在羽團打拚洞內的前輩之一 李洋主動走向對方 90度鞠躬致近 王岐霖也跟上相有握手之意 千恭有禮的態度 不在台灣球迷機上 印尼球迷也被全本 承擔他們是有禮貌的孩子 更說這樣的態度 就算輸球也很難生氣 希望李洋可以一舉多驚 只不過對比印尼球迷的友善 中國網友一如往常 就算留言恭喜 還是忍不住要統戰一下 前到李洋配金牌戰 就像世界排名第六的 中國雙打組合 李俊慧 劉宇成 是中國隊順利毀師 還有人落狠話 說不想聽到國旗歌 希望在場中看到中國五星期 只不過更多中國網友 卻歪樓 想看李俊慧脫衣服 我們的對手將在 日本隊 原來李俊慧2018年 參加羽球湯姆斯杯 贏得比賽後 想要模仿外國選手 脫衣耍帥 卻疑是因為臨口太緊 脫不下來 當中搞笑 但只要我們的李洋配正常發揮 中國網友想看李俊慧 再次表演脫衣秀 恐怕不太容易 好 李洋配我們先看王麒麟 他在贏球之後 他有一些心情的抒發 他寫下來 他說 早睡起來 他說我不確定 我是不是在做夢 從來沒有想過說 奧運男雙最後一天賽事 我們還能夠繼續站在這個場上 因為他們贏過了這個印尼的選手 世界排名第二 然後他就說今天比賽 他們要對上是中國雙塔 一個是李俊慧 然後劉宇成 然後過去沒有交手過 不知道蘇贏 以前那個王麒麟 在跟別人搭檔的時候 跟他交手過 戰績是一勝七敗 就是林洋配的部分 還沒有戰績過 林洋配沒有交手過 然後他就說老天爺很照顧我們 所以把我沒贏過的 沒打過的 通通幾乎在這個奧運場上 讓他們可以一次來打完了 但我是好奇說 你知道這個對手中國選手 中國雙塔是怎麼來的 我剛剛講說王麒麟 身高是一八八對不對 來 范老師 范老師是政治學教授 他也體育也是很懂很懂 不是略懂略懂 然後我請他來分析一下 來 那李俊慧照片在這邊 你看非常非常修長 他身高多少 一九五 然後他的這個搭檔 劉宇成身高多少 一九三 這兩個汗草應該是打籃球的吧 但是當打籃球的汗草 然後套在這個羽球上面 我們再講那種身體素質 怎麼樣來看說優勢劣勢 他身長高 他當然他在防守的方位 就有優勢 因為他可以來到更多的球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我們這樣 他的這種不要以為 身長高值的打籃球而已 就是他的防守面可以更廣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的確就是說 這次李洋跟這個王麒麟 他們非常厲害 打敗了這個印尼的選手 他們還跟他表達一個 就是尊敬 這很難得看到一個 運動場上的一種 怎麼講是對這個前輩 表達我們一種謙卑的心態 那另外他跟這個渡邊勇大 還有這個圓團大游 他們在跟日本的這個比賽的時候 他們是排名全世界第四 他們也贏了 結果這個渡邊跟這個遠藤 他們還跟這個 我們臺灣的李洋跟王麒麟 對 他們比個讚 還說你們是非常優秀的 我們這一次的比賽 不但贏得了球賽 而且贏到了友誼 而且贏到了就是大家對我們臺灣球員的 這種風度跟風采的一個尊重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我們知道比賽有時候不是輸跟贏的問題 而是你在贏之後 你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表達是很謙卑的 像他們對印尼的這個全世界排名第二的兩位 表達他們的尊敬 或者對日本全世界排名第四的 表達我們的一個尊敬 我覺得對方會用一個非常正面的角度 來對我們的球員 來表達我們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那當然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強隊 都沒有太多的經驗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當然就用他們平常自然的風格 去表現就好了 晃哥 我跟你請教 兩個人搭檔不過兩年 剛剛有講到互補信 可是兩年其實算是蠻短的 可是這次他們要搶的是金牌 對 其實羽球雙打 其實任何運動雙打 都是一個很奧妙的運動 你把世界男單排名第一跟第二組成一對 他未必實力會很好 他就是兩個人的個性上的配合 因為這兩個人以前是同學 雖然以前沒有搭檔過 但是我覺得他們兩個默契十足 而且他們兩個人 讓我最佩服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他們在羽球場上 玩得非常的開心 就他的比賽是幾乎 你看不到壓力的 就這兩個人玩得非常的開心 然後在場下也是玩得非常的開心 在這種大賽 昨天林荺爐為什麼會輸 我覺得他是因為他真的壓力太大 因為畢竟十九歲 可能這種大賽 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奧運這種大賽 所以壓力有點大 但是我覺得昨天像 因為我昨天吃晚餐吃得很忙 就是看完戴智穎 然後接著看你楊佩 接著看林荺爐 吃到已經快胃下垂 我三場比賽上看下來 戴智穎昨天是贏在 他能逆轉勝是因為他真的經驗夠好 而且他能頂住那種落後的壓力 那林荺爐昨天完全贏在體力 他昨天就是直接用體力跟速度 把因為對手年紀稍微大一點點 那其中有一個好像腳上還 有一點點傷移動不是很方便 所以他們昨天是贏在體力跟速度 那今天對上中國呢 我覺得中國雖然這兩位號稱雙塔很高 但是我覺得就這不是籃球比賽了 這叫羽球比賽 羽球身高不是絕對的優勢 譬如說我們來看馬來西亞一個很有名的李中緯 這個球王 大家應該都知道 他身高才172 中國以前的球王叫林丹 他的身高才178 這兩個人都是世界級的球王 所以羽球的身高 不是絕對的優勢 那而且如果說就近況來講 因為林洋配的世界排名是第三 然後中國的這一隊 他的世界排名是第六 所以其實他是還稍微弱 就以最近一年來的表現來講 他最近是稍微落後林洋配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位選手的搭檔 因為他們我們的林洋配 真的是默契十足 而且他們前幾天 在一個訪談裡面 他講到一件事 我覺得他們兩個在場上的時候 負責打後場的王麒麟 就他就跟李洋講說 你就儘管往前衝 後面有我照著你 所以他們那種默契跟那種雙打 最需要的一個 一個顧前場 一個顧後場 那我覺得這兩個人的搭檔 讓我們看到臺灣男子羽球雙打 將來一個非常好希望 那今天能夠進到金牌站 其實已經是創下 臺灣奧運史上的紀錄 師大哥怎麼樣來分析 因為對手出了身高 然後好像其實我們看到一些花絮 是跟球品有關係 說球品的部分 那個比較高的李俊慧說 曾經有 我去 我很難很難轉述 你自己看 那怎麼樣來看 我們在跟對手對戰 那這是一個 這個組合其實也蠻特別 因為王岐霖他跟別人搭檔的時候有打過 可是對他們來講 這樣新的組合其實是蠻陌生的 因為其實李俊慧跟劉宇辰他身高上 他特別的高 那身高上他有兩個優勢 第一個就是剛才范老師講的 我的手臂長比你多五公分 我腳跨出去比你多十公分 我的防守範圍就比你多了十五公分 這個是臂展跟身長上面的優勢 第二個是高度的優勢 我們知道桌球或者是羽球比賽 他是有個網子的 所以他有個角度 如果我的角度比較低的時候 我能夠打到對方場地的範圍 就比較小 那我如果長得比較高 我這個角度下來 我可以打在對方場地的弱點 就更多 對方是更難防守 所以你看到那個高的選手 他喜歡這個下壓 或者是斜線殺球 就是因為我的攻擊的範圍 是比你大的 那這個就是優勢 可是高的人有沒有劣勢呢 有第一個就是高的人 他轉身比較慢 他回轉回跑比較慢 那第二個就是所謂的進身球 我們的手伸出去 那如果球打過來 是靠近我的身體 那我的手要縮回來 我手比較長 我縮回來的時間就比較 就是距離比較遠 我防守的距離比較長沒有錯 可是我縮回來進身球就比較遠 然後靠近我身體的球 因為我的身體比較龐大 我的手的臂展會影響到我的動作 所以靠近身體的球 或者是平推球 其實是過於高大的選手 他的難題 所以他有優勢 可是你不會看到說 所有很高的人都去練羽毛球 因為他不是絕對的優勢 他也會產生一些劣勢 那像比賽就是 我運用我的優勢 去抵消我的劣勢 然後最後中和之後 我有辦法勝過你 所以像李楊 他當然個子比較矮小 可是他的往前球 他的一些小球的處理 他非常的出色 他到底是幾公分啦 有可能是跟一百八十八年 一百七十四 其實也不算很矮 但是運動員裡面 運動員裡面 他可能稍微矮一點 稍微矮小一點 可是他跟王岐霖的互補 除了剛才我們講的這種 身高的互補之外 他的個性 他比王岐霖沈穩 王岐霖比較外放 你看他打球 就是動作很大 然後打進球之後 很高興很大聲的呼喊 甚至會原地這樣跳兩三下 他的個性比較外放 那李楊比較沉穩 他有時候可以 拉住王岐霖說 我們節奏可能要放慢 或者是怎樣 那另外是他往前小球的處理 非常的出色 所以他們的互補 那如果能夠發揮自己的優點 不見得就會輸給 這個長得特別高的對手 所以他們也不是世界 世界第一嘛 你看印尼的選手 為什麼印尼的選手 其實普遍升高 比我們的選手還要矮 對 像剛才我們講到 他們去跟印尼的前輩 這個STIA1致敬 他是印尼羽球的雙打的國寶 他非常的受人 跟誰搭檔 他都很厲害 為什麼他的防守非常的強 所以他可以用自己的優點去彌補 他比如說身高不夠 或者是跳躍力不夠 這樣的缺點 那你把這些綜合起來 兩個人的能力加起來 然後能夠做好的配合 應該是有機會 好 我們要休息一下 其實在庭的來賓 說有滿腔熱血要表達 但是我要先進一個廣告 我們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來看看 小隊今天要出戰 不過他先跟他的這個羽球講說 不是 跟他的膝蓋講說 膝蓋你明天還是要繼續加油 因為昨天拼戰的這個過程裡面 膝蓋有一點點脆胸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 世界球後戴茲穎 利用往前掉球 讓印度對手新度平於奔命 最後某一季殺球讓他無法招架 最後以21比18 21比12 直落了擊敗印尼選手 強下金牌戰門票 羽球球後戴茲穎 東奧女丹四強賽 再度對上印度選手新度 戴茲穎世界排名第一 是球後紀錄保持人 拿下全英賽和年中賽各三座冠軍 印度一姐新度世界排名第七 2016年里約奧運摘銀牌 世錦賽也有冠軍紀錄 兩人交手18次 小戴拿下13勝 過去交手了18次 然後小戴有13勝的機會 但是因為新度他的在大賽的經驗 感覺相對的比較穩定 然後在大賽他都是BWF的總決賽 或是像奧運 哪四競賽都表現得很出色 所以也是不容小覷的 過去兩人交戰無數回 羽球天后戴茲穎 球路多變步伐快 善於用假動作 利用四方球拉掉突擊戰術 印度選手新度多次在大賽表現穩定 強攻和單打拉掉強 還有身材上優勢 以小戴他就是手腕方面都發揮的順利 就是像他的前場夾動作 都是會造成新度的腳踝 以及扭轉上都會有比較慢的反應 及速度 對小戴的打法就是比較刁鑽 就是容易失誤 然後就是他要在這個過程中 相對要減少他自己的失誤 小戴特有的刁鑽打法容易會出現失誤 但他耐心防守住對手新度的搶牌進攻 勝券賽握前進精彩戰 我們講林楊佩是李楊跟王麒麟 那因為時期跟王麒麟是一A一B 他說他很想講 來 看了有什麼感覺 從名字就知道他是我弟弟 我昨天看這場球賽 就是說那個流暢度 然後整個拉 就是拉開那個比數的時間 就他一直在領先 看他們打球真的非常好看 那本來他們的單打還沒有表現得如此出色 可是他們兩個一搭檔之後 哇 整個大爆炸 大爆發出來了 儘管他們是因為國中的時候就是同學 就已經有長期的這個認識的情感作為基礎 可是其實他們兩個人在小時候 還互相沒有看很順眼 他們兩個小時候 李楊就知道說 王麒麟好像書念得好 球也打得很好 然後這個王麒麟就覺得李楊就 嗯 好像球也打得普普 就沒有把他放在心上這樣 可是後來他們兩個人搭檔之後 哇 就整個一路精進 就是的確是極為難得 那也因為他們兩個人的組合搭檔 然後生活什麼都住在一起 都睡在一起 所以那個好的交情跟默契我覺得真的是靠長時間培養出來的 你看他們兩個人私底下互動 不只是在球場上 私底下互動就是兩個愛打愛鬧的大男生 兩個人起床一個有起床氣 另外一個就跑去一直撩他一直撩他 就說起床氣 起床氣 就是玩在玩得一塌糊塗這樣子 就兩個人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收包包的時候 李楊就這樣 我的水壺要放這 毛巾要放這 就每一個都歸位 歸得很好 然後另外王麒麟就幹嘛歸成這樣 就沒有這麼有歸 就兩個人連收包包都可以打鬧 打鬧在一起 那他們兩個人其實在這一次的比賽 奧運比賽當中 抽的那個籤都進入一個極難打的那個狀態 可是每一場都獲勝 然後他獲勝之後他們也極為直率 每一次在比賽之前 人家就會這個記者就會訪問說 那你要對戰這個對手 那對手的強項 你們有沒有什麼破解的好方法 這兩個人也完全不償失 就直接講說 他們的強項是什麼 可是我們不要從那邊著手 我用肌肉著手 王麒麟就說 因為我有滿滿的肌肉 也就是說他們的直率 然後也沒有把對方的這個強項 然後變成自己的心理壓力 反而是發揮自己的強項 把自己最棒的那個 我的肌肉很強 所以我要發揮我的肌肉的強項 所以這樣子反而可以過關斬將 而且我覺得最感人的是說 他們兩個贏了之後 各自不是都PO臉書嗎 看了真的會會哭 會起雞皮疙瘩 會掉在那裡說 我好想告訴這個世界 我來自台灣 就兩個人都這樣子PO 我是王麒麟 我來自台灣 那個感人的就是很觸動台灣人心 那他們在這個比賽當中 網友剛剛這個原子有提到 我覺得他的默契真的很好 怎麼會剛好一個倒下去 一個往後仰呢 請貝二人組 他們在球場上 在生活上 那個默契好的不得了 每次贏球之後就一個躺在那邊叫 一個趴在那邊跪地叫 每一場都這樣子 很順的一個趴著一個躺著 然後呢 網友就說 為什麼他們每次都會贏球 因為他們總是心貝 那所以他們兩個人打球 我覺得昨天我在看這場球的時候 哇那個速度啊 就是前面的很靈活 然後後面那個也互補得極好 球的速度又快 快到我還在找那個球在哪裡 因為速度實在太驚人了 就是看一個奧運比賽 真的是一場非常好的享受 非常好的享受 昨天還有一場 真的你看到最後我剛好 那個時間點我看到 尖叫聲 我們整個辦公室 外面七樓八樓全部都是尖叫聲 來我請教資深老師 我們可以看戴資穎 他在昨天那一場比賽當中 其實過程有一點驚險 對不對 而且他其實那個接球 其實很就是盡全力在打這一場球 那我們看印度媒體說什麼 因為這一次要對戰 是印度名將新度 他說這一場可比尼是這個網球天王 費德勒跟Nadale的這個巔峰對決 然後他是形容說 小代他的球路 他的其實好像是一隻鳥一樣 有好像會輕功非常輕巧 而且會有七敵的魔法 手腕的靈活度 場地的攻擊性等等 那整個戰機整理出來 雙方過去交手過十八次 小代有十三勝的優勢 布里格 布里格是什麼呢 新度過去他在那種比較大型的比賽 都打敗小代 所以他叫大賽新度 不同的場地不同比賽 那這個比賽的質量高一點 他好像獲勝的機率就高一點 我先講小代跟這個新度的這個部分 確實這兩個人 即便他小代具有這個絕對性的優勢 是三勝五負 但是如果你看過他們比賽的內容 不管是全英公開賽 或其他重要的 這個超級一千的比賽來看 那個打的真的都是難分難解 兩個人是截然不同的樣態 小代就剛剛形容的 就是你覺得身輕如燕 然後一直在全場裡面 這樣子這邊從那邊接 然後速度非常的靈活快速 可是新度他是一個高大的 走力量型的這種這種打法 兩個的打法 基本上是完全不同路線的一個狀況 那我必須要講 可能新度年紀大一些 所以嚴格講 確實他的心臟真的還蠻大顆的 在大賽的過程當中的穩定性 是存在的 那我也認為說 小代在這次的整個奧運路上 最大的對手 一個就是他新度 一個就中國的陳宇菲 那至於日本的本來以為 本來以為日本幾個選手 可能也是他的天敵 可是陸陸續續都落敗了 那所以看起來 新度這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場 而且剛剛講 新度年紀也大了 所以基本上 我也認為就是說 經過這一場 這一場比賽之後 其實你很難 有再有特別的機會 就是像這種奧運 這種這麼重大的賽事 看到兩個人在 最後這個巔峰的時候 去做這樣的對決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看的 那這值得看過程當中 其實全世界的女子的羽球球員 大概都有一個共同的心聲 那都到戴智穎 你真的不曉得 他的球到底是怎麼打的 如果大家昨天看那場比賽 印象很深刻 最他印象深刻是 那有一球對決了二十幾球 來兩個都撲倒了嘛 但是有一球 可能他有一球的是 戴智穎的假動作 他是反手拍拉到後面 在中場 通常那個球大家都以為 他會他會整個拉球 有反手拉球拉到後面去 連對手也這麼認為 結果他竟然平壓直接壓到前面 得分 那個對手整個撒在那邊 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那是假動作的狀況 所以戴智穎最厲害 就是他的輕盈的腳步 還有他那個動作的 這個快速跟假動作的變化 實在讓大家實在是太難以捉摸了 已經捉摸了這麼多年 你要不要忘了 小戴是這個歷史上 佔據世界第一最久的這個女子球員 你看摸 捉摸的這麼多元 這麼多年沒有人能夠突破 這樣子的一個假動作的這個特性 這是戴智穎的部分 那我補充一下剛剛那個林洋的部分 剛才講那兩個中國的大陸的選手 李駿惠他們兩個 一九多的特性是什麼 就剛剛其實都解釋過了 缺點在哪裡 如果你去看基本上我估計 大概林洋會第一打短球 第二打中線 為什麼 因為兩個人收拾回來 你知道嗎 你如果往旁邊打 兩個人一邊一邊剛剛好 你往中間打就燒龍 然後再來打短球平推 剛剛講過 因為這本來就是李洋的強項 那你用這樣去創造出破綻 這是在對手過程當中 我覺得就是戰術設計上面 能夠破解這兩個都是高大的巨塔 還有呂俊惠的殺球 就是那個在他有一個很好笑的畫面 就是他贏球之後想要想要效法竹球 結果怎麼脫不下來 可以了 不要再脫了 然後再加上他這次也在奧運場上 贏了日本的選手之後 也剛剛講也發出了髒話的怒哄 優美的中國話的怒哄 類似這樣的情況 可是李駿惠 他一直被中國的羽球界認為 他的殺球 他雖然很高 可是因為兩個人低高 所以殺球相對是薄弱的 所以這一點部分 其實對我們來講都是有利的部分 最後講一個小故事 就是你說那個李駿跟王淇琳 他們兩個其實不是一路過 他第一場是輸的 所以他們第一場 其實為什麼會大爆冷門 因為他第一場輸給印度 其實不是在預期之內 那個巡迴賽 你如果輸一場一副 然後你第二場要碰到那個印尼 排名第一的選手 兩副一勝就直接打爆回家了 那照李駿自己的說法 兩個人回去之後 痛哭一頓還互罵髒話 但是請注意 他們是在房間裡面 這些褲子 彼此幹條球進步 你看至少我們是在關在裡面 努力打氣 不是像這些中國的選手 會在場上就用這樣子 優雅的中國話來呈現 所以這是差別 這是我覺得心理素質跟這個優雅程度的差別 所以他們之前講說他們是走過地獄 又活過來的人 是這一段 來換個補充 其實戴志穎昨天那場比賽 我真的看到 因為感覺就像戴志穎自己形容 他說他對上一色龍像照著鏡子在打球 兩個人球風 真的幾乎一模一樣 兩個人的優點 這個長處幾乎都一模一樣 但小戴昨天第一局輸的時候 我覺得他讓我最佩服的是 他真的是大賽經驗豐富 然後他完全可以頂住那個壓力 而事實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戴志穎的事前準備工作做得非常好 戴志穎我們都知道 他現在還在讀研究所 他讀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 他曾經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寫了一篇論文 他那篇論文是用二零一七年 全英英國超級羽球賽的分析世界上 四位頂尖的女子選手 這其中包含三口茜 包含伊瑟龍 包含西班牙馬鈴 還有他今天要對上的心度 那所以他把他們的四個選手的優切點 全部用電腦軟體的輔助 把它分析出來 他得到一個結論 他說伊瑟龍比較突出的動作 是被動回味的時候 速度比較快 心度很明顯的 在被動回味 殺球上網跟防守回中 速度都比較慢 這有點像剛剛志聖講到 因為他畢竟年紀比較大 而且心度個子比較高一點 所以他可能很多動作的速度會比較慢 所以我覺得小代能贏球能夠在全球的到目前為止創下女子女單球後時間最久的他絕對不是只靠著他的體力他的技術跟他的毅力 我認為小代他是用頭腦在打球的人 你看他知道利用他在讀研究所的時候 用最新的 對 在最新的科技的輔助之下去分析世界頂尖球員的動作 然後找出對方的優缺點 我認為對手其實也會這樣做 因為他們一定也會研究戴智隱 那這是有點像一點有點疊對疊的工作 就是說別人你會分析別人 別人也會分析你 但是最後臨場的表現 就是決定這場勝敗輸贏的最關鍵因素了 好 因為這個奧運場上有一些花絮 尤其是蠻有意思的 我們來看一個蠻有意思的是 他喊出來的是 為什麼他會喊馬英九 大家蠻好奇的 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一起來看 既然喊的是馬英九 我們只好請教原資了 原資是西班牙文什麼樣的意思 對 他那個時候那個影片 也在我們就是藍營的群組瘋傳 大家都覺得說 哇 馬英九無所不在 這個知名度實在太高了 然後後來大家才發現說 原來他 你看他舉起來 馬英九應該就是他舉了那個之後 可以讓他更多信心 所以很多人就去查說 到底這個馬英九是什麼意思 不然的話還會真的會以為說 你看他講馬英九的時候 那個表情非常憎恨 是不是馬英九欠他錢幹嘛 結果西語專家說 可能有一種原因 應該是 馬英九是代表男子氣概的意思 在西班牙發語叫男子氣概 不要不要幫他圓 所以馬英九很有男子氣概 代表是那個發音 所以馬英九今天出來了 失蹤好久了 他在叫我幹嘛 而且還說他打完疫苗了 那但我覺得昨天這個凌儒 對照那個奧俏洛夫 其實我覺得在第六局那一場 其實真的 我覺得當時如果教練 讓他們稍微休息 讓暫停休息一下 讓這個林玉如 可是因為大家在講 當時是一個順風的狀態 而是賽末點 其實第六局那一場 如果林玉如稍微加強一下 贏的話 就不會有第七局的殘念 因為第七局真的是殘念 大家看到第七局就覺得 如果第六局 當時其實是有機會贏的 那那個從廣 可能戰術上稍微改變一下 或者教練提供一些新的做法 否則真的是很可惜 不過我覺得 其實連他當天跟這個 這個梵振東在對打之後 梵振東都說 他覺得林玉如是一個了不起的 因為他未來是可造制裁 所以我認為雖然他昨天敗了 沒有拿到銅牌 但他至少在這個男女混雙 他拿到一個銅牌 也算是沒有空手回規 我們現在在看那個教廷 當然有點事後諸葛 時大哥 你對那個的看法也是這樣嗎 大家覺得說 我現在順風順水 有的時候光是打牌 人走回來之後 那個氣場都會不一樣了 更何況 那時候這個比賽 剛好在這個如火如土 基本上這個跟那個棒球換頭很像 對 事後諸葛很容易 你換了一個頭手上去 被打安打 就是亂換人 如果沒有換被打安打 就是你就亂不換人 其實都是一樣了 那但是我覺得裡面 比較有一個小的差別是 其實那個時候 林韻如打的是順風球 你要叫暫停 讓他緩一下呼吸 抒發一下情緒 可以 不要那麼急 可是 不要給他過多的指示 但是我當然不曉得 蔣蓬蓬有沒有說 你要改變你的打法什麼 只能因為我們聽 沒有辦法直接聽到說 他們的指導 如果他是跟跟那個 小林講說 好 剩最後一球了 吻下來 安定 呼吸 深呼吸 我覺得可以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知道 他前面兩球是很順 他把那個球 球權要回來 拿到領先了 那你如果給他的意見是 好 你吻下來 不要緊張什麼之類 OK 喘個氣 那你上去 真的沒有打進去 其實我覺得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一定是結果論嘛 可是如果你給他的過多指導 我覺得在順風球的情況下 就比較不適合 但是至於他們兩個之間 到底講了什麼 其實我們不大清楚啦 只能說教練喊暫停的時間 我覺得這個時間沒有不對 但是你的指示內容 有沒有影響到他後來的發揮 比如說他本來 我發炫的球 發得很順 然後你跟他講說 你最後一球你要出奇招 不要出 不要發炫的 可能影響到他最後的手感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可能就是教練要負一點責任 但是如果沒有這些過多的指示 單純讓他 緩下來一下 喘個氣 然後最後一球了 你不要那麼緊張 我覺得這個暫停對於選手還是會有幫助 當然教練這個考量 如果他是這個考量 那當然我覺得 他不會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有在看的人都知道 這比賽結果是什麼 可是為什麼 原資 國民黨立委 鄭正前他是怎麼了 他事後發出來 居然說恭喜他得到了銅牌 如果有看的話 應該不會發這個吧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很急著說 想要搶第一個時間 然後去祝賀這件事 跟央視學的 然後因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越早發的話 可能得到的讚會越多 你的那篇貼文的熱度會更強 那我在猜證證前 他應該是很早之後 就已經先寫好這個版本 然後他預定 那個時候要發出去 結果沒有講到 他發現說 那個林運動其實輸了 但是他沒有注意到 他已經事先設定 所以就發出去 因為昨天大家都在關注這場比賽 誰有可能明明是輸 要去祝賀他 這個真是太離譜 我覺得他應該是事先設定的 不過那個就是一個花絮 那我剛剛講一下 我覺得這次奧運比較精彩的地方 就是除了場面上選手比賽之外 真的有很多 除了球技之外 或者是表現之外的 大家不要注意的事情 像剛剛 剛剛我們講到那個馬英九 就是其中其中一個 不過後來有有媒體去問那個 去問那個選手本人 就是說那馬英九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他說其實是他的小名 他說他喊他的名字 可以帶來他的決心 那其實每一個選手都會有一些讓自己比較厲害的一些特別的動作 我昨天看那個林雲儒跟那個德國選手比賽的時候 那德國選手他他發球都把臉都已經快沉到那個桌子底下去了 那潛水艇的發球 然後他跟他在前一天跟另外一個巴西選手在比的時候 那個巴西選手也會深蹲 所以兩個人每次發球的臉都在那個桌子底下 所以有網友就說你們兩個人會不會比完之後都不知道彼此長什麼樣子 還有一個讓人比較悲傷的花絮 是那個墨西哥的女子跳水 三公尺跳水 那個他就要跳了 可是他就突然重心不穩 他就直直的下去了 然後就零分 然後他零分之後呢 他的教練就直接看到就直接走人 然後他爬上來之後 他也沒有去給攝影拍 他也就直接走到那個沖水區 不然他其實是一個很優秀的跳水選手 他叫查維茲 他在2017年的時候有來參加世大運 還拿過三面金牌 可見他的 他的這個訓練是很棒的 他這次的影片機會很大耶 對 就是他這一次其實是很有希望的 但是就因為這個失誤 然後那個畫面影片就就瘋喘 儘管是一個花絮 但是真的是還蠻讓人悲傷的故事 要不然你看他一定每天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在那邊訓練 結果真正緊要關頭 也可能是太緊張或是幹嘛 重心不穩就就掉進水裡面 太可惜了 來 晃哥 除了正正前之外 其實之前還有一些相關的 比方說王玉敏啊 楊勇偉 大家應該都知道他得什麼 因為他贏恨了嘛 好想拿金牌 大家還想說他其實可以代言一個廣告 對不對 秘魯的廣告 好想拿金牌 為什麼他們紛紛都會搞錯 我覺得就是 其實這個就是一日求迷 我其實臺灣有很多的一日求迷 我覺得一般人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也不會特別去被拿出來檢討 說你到底是不是一日求迷 可是當你政治人物 我知道我也知道政治人物 想要趁需要這個網路的流量 那很多政治人物呢 大概也沒辦法像這個 像我們石敏錦師兄一樣 就是每天在關注這些體育比賽 所以難免會犯錯 可是我覺得犯錯之後的態度就很重要 這一次你說像那個誰 吳思瑤也也也犯了 可是思瑤是自己出來跟大家道歉 道歉他都還哭了 他還哭了 他還開玩笑說下次再犯錯小編就切腹 當然是開玩笑的 可是你看看這個國民黨的這幾位政治人物 犯錯之後態度什麼 就直接第一時間就推給小編 然後人就躲起來 就不見了 是你之後的人都會犯錯 我覺得這沒什麼了不起的 就你你平常不是關心 那奧運的時候關心也歡迎 我們也都歡迎 特別是立法委員 或是國民黨重要的黨職人員 將來可以在體育政策上 多給我們選手一些支持 這些我們都歡迎 但是你犯錯之後 其實你就很誠懇跟大家道個歉 我跟你講 這個這種這種錯誤 不是什麼很嚴重的錯誤 你就不小心弄錯了 或不小心寫錯 我覺得都ok的 可是你那個犯後的態度 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到這種情況之下 還在硬拗 那當你的小編也很可憐 沒有錯 我也知道 這可能是小編寫的 但是當好的時候 大家給你拍拍手的時候 你會不會說 這都是小編很厲害 你們不要稱讚 我要稱讚我的小編 不會嘛 好的時候你就掛中了 然後犯錯之後 通通推給小編 這樣的態度 會讓人很沒有辦法接受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稍後從這個疫苗來看起 現在疫苗到底夠不夠 國民黨一直在喊不夠 但是是不夠 還是因為他去做了別的作為 比如說有人來插隊 才會導致疫苗不夠 我們休息一下 好稍後 立陶宛捐贈台灣兩萬劑AZ的疫苗 本來不是說要到九月嗎 拍謝 今天早上十點多 他是由土耳其航空 已經運到了台灣 另外也傳出說 高端疫苗的部分 最快是下個禮拜交給你疫苗 然後進行封肩檢驗 最快是八月底之前 他的整個量產可以多少呢 可以達到一百萬劑 我們一起來看 上午十點多 土耳其航空編號TK6210 飛抵桃機 上頭載著立陶宛捐贈台灣的兩萬劑 AZ疫苗 對台灣來說 恐怕面臨疫苗空窗期來說 宛如及時雨 陳信中坦言等第四輪疫苗打完後 除了莫德納早就所剩不多 AZ疫苗只剩下十六萬劑 若加上五十八萬劑封肩疫苗 以及立陶宛的兩萬劑 七十六萬劑 第五輪疫苗供貨拉緊報 疫情中心說 除了少量釋出莫德納來銜接 傳出通過EUA的高端疫苗 最快下週就能交付疫苗 給疾管署進行封肩檢驗 最快八月底前能供貨一百萬劑 但是否在第五輪開打 還要指揮中心決定 除了國產疫苗渴望填補空窗期 COVAX在未來六到八週 也將獲贈二點五億劑疫苗 大大擴充疫苗庫 對台灣面臨疫苗空窗期 是好消息 那我們如果COVAX獲得比較多的供應的話 當然對我們國內的一個疫苗的供應 也會有幫助 專家說進口疫苗供應出問題 使國內疫苗接種速度受影響 這階段還得靠公衛手段控制疫情 若疫苗遲遲不來 維持防疫措施只會更長 我們現在的疫苗施打是在第四輪 第四輪的這一個部分 可是阿中部長看到說 包括我們這個AZ還有莫德納 供貨開始都出現一個吃緊的狀況 那第五輪要看現貨到底有多少來供貨為主 不過我們非常謝謝的是 立陶宛他們送愛到臺灣 雖然說兩萬劑不多 可是本來說九月 他可以提前到這一個時間點 可見他們有多麼的快馬加鞭 那小芳姐怎麼樣來看 我們整個相關的這個疫苗 前面有吃緊 然後他們來行接上 那包括國產疫苗也快要上場了 是 其實我覺得這次臺灣 因為過去我們在外交上面我們所做的一個努力 今年二零二一年 可以說讓臺灣在外交上面 我們得到了全世界的一個重視 我們最近不管是從奧運上面也來看到 或者是我們看到了說 在臺灣我們有這麼多的國家 送我們這些的這個疫苗 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大家知道 因為前一陣子 大概在五月中的時候 臺灣的疫情爆發 那臺灣疫情爆發的那個當時 其實本來臺灣大家都好像對於打疫苗是興趣缺缺 那疫苗等到我們的疫情爆發了以後 突然發現說國內的疫苗的存貨 其實量是有點吃緊的 所以日本跟美國他們的即時雨 對於我們國內的疫苗的充足 是起了非常大的一個穩定的效果 那至於像立陶宛的兩萬劑 或者是斯洛伐克的一萬劑 甚至於捷克可能的這三萬劑 我覺得這是給臺灣人更大的鼓舞 因為為什麼是因為臺灣過去在國際上面 就像我們在這個奧運上面一樣 我們過去好像都覺得自己是國際的孤兒 我們好像覺得說自己在國際上面 我們一直長期被打壓 我們是受虐兒 已經好像長期被虐的那種感覺 但這次我們過去曾經做過的事情 現在可以看到國際上面願意回來 給臺灣一些的溫暖 我覺得這讓臺灣找到了自信心 這一年來我們看到臺灣人 不管是在運動上面也好 或者疫苗的事件上面也好 我們看到臺灣找到自己的自信心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我們現在國內還是面臨了 我們的疫苗 現在你如果比較國際上面來講 因為國際上很多的這個疫情 現在又慢慢的在發燒 所以很多疫苗大廠 他現在全部都是你已經簽約 已經訂貨 但是這個貨都交不出來 不只是在臺灣 越南 泰國 很多國家都出現同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如何穩定 特別是在八月份的時候 我們的疫苗量能夠充足 我覺得這是下一步 CECC指揮中心他們面臨的挑戰 所以剛才這個桂亞所提到的 我們國產疫苗在這個時間點 就會發揮很大的一個功效 是不是在八月的時候 高端疫苗真的能夠提出一百萬的一個產量 那聯亞的EUA是不是在這個時間點上也能夠出來 我覺得這是我們下一步要觀察的 可是這個部分 煌哥你來看 國民黨他們有開一個記者會 國民黨立委就講說 現在疫苗到貨的這個狀況 比方說BNT顯然重要 要九月底才能夠來 或十月才能夠進口 導致我們現在已經看到說 疫苗短缺情況 他說原來又是蔡政府用盡的心機 他把BNT疫苗壓到九月底十月才要進口 讓國人在八九月的時候 剛好可以打國產疫苗 剛好可以打高端疫苗 他認為這是一種行銷法 就是說我讓這個大家想要做的 做不到 然後才能夠變成幫這個高端來吹 那一個量 怎麼樣來看 我覺得國民黨是用盡心機 一直在黑國產疫苗 然後用盡心機一直在製造 國內疫苗不夠的這樣的一個假象 的確在第四輪打完之後 如果後面的疫苗沒有照預定時間出貨的 的話的確可能中間會有一段的空窗期 那還好這空窗期應該不會太長 因為高端疫苗可以補上來 那國民黨如果你想知道說 BNT疫苗 為什麼九月底十月初才會到 去問郭台銘嗎 你們跟郭董不熟嗎 合約是他簽的啊 你直接去問郭台銘嘛 要不然你去問臺積電嘛 去問這個慈濟嘛 對不對 因為合約都是他們簽的嘛 甚至我覺得如果BNT能夠九月底來臺灣 都已經算是非常神速了 我們上個月才簽的約 你三個月可以拿到BNT疫苗 那幾乎已經算是非常神速了 所以我真的拜託國民黨 你不要再用口水來防疫 今天高端疫苗好不好 他不是誰說他好 他就一定好 或是誰說他不好 他就一定不好 他有一個科學的數據 可以供大家驗證 那高端疫苗好 我們當然給他鼓鼓掌 因為我們從此之後 我們的疫苗取得 不用受制於人嘛 至少高端已經確保 雖然指揮中心只跟他簽約 買五百萬劑 但是他到今年底以前 他產能可以到一千萬劑嘛 那如果這一千萬劑 全部都可以生產出來的話 基本上臺灣不會有疫苗短缺的問題 只是可能在中間會有一段時間的空窗期 特別是因為莫德納 因為莫德納最近他的生產出了一些狀況 可能會延遲一個月才有辦法交貨 這個是全球性 這不是只說生產臺灣這一批 是全球性的莫德納的疫苗 都因為在生產過程當中出了一些狀況 所以他可能要延遲一個月 那有可能是在中間 可能會有一些調度上的問題 但是我真的希望國民黨 如果你真的如此關心疫苗的話 拜託去約束一下 你們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疫苗可以這樣亂打嗎 里長廣播就可以去打 不用預約 不用登記 你們這種打法 我跟你講給你五千萬劑疫苗都不夠用 所以國民黨的人 你真的關心的話 可以有很多很建設性的建議 你不需要去這個時候用盡心機 在黑說這個要行銷高端疫苗 然後怎麼樣 故意讓大家打不到BNT疫苗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會放著說 有好有好的疫苗 可以照顧國民的健康 然後故意用各種政治的因素 去阻擋它 那個國家全世界 我目前知道只有一個 那個國家叫做中國 來 原資 這個部分 我覺得想要請你回應一下 就是這一個 當然國民黨立委是這樣想 民眾現在等不到疫苗 可是政府怎麼這麼沒良心 故意把這個BNT壓到那麼晚 你覺得這個邏輯你認不認同 我可以稍微回應一下 就是剛剛晃哥講後遺的部分 就是因為晃哥他現在打的是莫德納 那為什麼市府會有莫德納 實際上是因為之前前一波六十五歲以上 當時不是中央撥疫苗到地方 讓地方就是各自造冊 用鄰里的方式 就是里長通知的方式去打 那因為之前 因為有一些長輩 他畢竟就是有數位的落差 就是他不知道怎麼用網路 甚至於他根本就不曉得這件事情 那沒辦法上網 所以所以後來這個 他們就透過鄰里系統 跟里長講說 每個里可以有十位 如果他之前真的是 是因為沒有資訊 然後得不到這個訊息 可以讓大家來打 所以新北市大概是一千零 一千零三十二個里 大概打了一萬人左右 這個是確實是有 所以前兩天不是大家都有看到說 各地的醫院 或者是什麼都爆發 有一些接種潮 但不過這個 這個其實我覺得 這個跟好心肝事件是不一樣 類似 類似 沒有 好心肝是說 好心肝是 你是給那個不符合資格人打 那新北市是給五十歲以上 就是說還是符合資格的 所以他還是有按照 就是長幼有序或照射優勢 他們沒有做醫院登記 他們沒有去 去平臺做預約登記 有一些權宜 我覺得這個部分 舒適是可以 那我們照規矩 原資你這樣講 我也是新北市民 我們照規矩登記 那我們都白癡囉 就是他有一個 我不要去登記 他可能有 邝哥你講的 我也可以認同 就是說他其實是開了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管道 就是讓那些沒有預約 或者是有數位落差的人 那當然會不會有一些人 他會預約 他會跑去打 我承認也會有這個疏失 但是他還是跟好心肝 其實我看到有一個診所 他的反應是說 那一些他在預約平臺 已經預約了 然後可是他也沒有跟人家取消 他去打的時候 反正我就打了 我有疫苗就好了 就變成有這樣子的亂象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可以檢討 可是我覺得還是跟小考心肝 不太一樣 那其實你看 這次那個指揮中心 他說第二劑 就針對長輩部分 全部要改成預約系統 但是長輩之前是用那個 邻理造冊的 那你看那個林宥昌 或者是陳其邁 綠營的縣市長 都說要逆時鐘 他說不管中央怎麼講 中央就算要求長輩 一定要上網預約 他們基於數位落差角度 他們都要替長輩照冊 這就是說地方政府的確會根據長輩的一些 不會使用網路的這個習慣 沒有 你剛剛講的是長輩 真的長輩的部分 可是你們開放是五十歲以上 那個已經不叫長輩了吧 原汁 你的邏輯很混亂 你到底現在是打的是第二劑 是已經預約了第二劑還是第一劑 所以整個就是 數位落差這件事情 那數位落差 你第一劑 第二劑都會發生嗎 你不會因為你是數位落差 你第一劑就會 第二劑就不會 你現在就是在新北市亂打 一天亂打六萬八千多劑 這個在新北市 再繼續亂打下去的話 沒有有序的這種施打下去 所有的疫苗都會不夠的 好 我們先來看看畫面 我們再來表達 我們看的是說 好 就被發現了 新北其實說兩家 其實不只 就奇怪 沒有預約為什麼能夠打疫苗 你中斤這樣放什麼 的確就一窩蜂跑去 而且這個醫院的部分 是新北市的聯合醫院三重分院 他說什麼 他說 因為有一些人 他們來這邊排隊 外面在下大雨 我們看到他們這樣 也是蠻於心不忍的 就幫他們打了疫苗 這說得通嗎 我們一起來看 新莊心態醫院外 不少長輩臨時接獲通知 趕到現場 因為免預約就能打到 許多人排隊還打不到的 莫德納 2 1 2 3 從早上8點半開始 限時兩個半小時 很多長輩火速 值班醫院 是65歲以上的話 直接來了 就不用造冊了 莫德納快要打光光了 說什麼七萬劑 什麼寧可丟掉 所以我們現在拼命的在打 原來是說要預約 只要你現在來 我們有 我們都給你打掉 因為不打也就浪費掉了 第一線醫護拼命打 不過許多民眾預約 還在苦等莫德納 這種人來就打的現象 IP太誇張 市府一方面喊說疫苗不足 還威脅民眾說 停止施打疫苗 市府根本就是疫苗大放送 這些人情疫苗 到底數量有多少 新北被質疑人情疫苗 因為從28號開始 三重板橋的醫院 都被質疑是開後門 30號的新台醫院 打的還是莫德納 不過醫院成親 因為部分民眾多處重複預約 才會請里長通知李迷 麻煩中央一定要承認 我們的疫苗就是不夠 不要打這些打疫苗的市民朋友 他都是50歲以上 符合資格的 打成他有特質 就有在類別內的程序照 照的有沒有確實 有沒有主管單位的一個同意 如果沒有經過這樣的一個程序 你這樣再來重新的調配 就會增加很多的一些困難 新北把疫苗施打爭議 甩鍋預約上的數位落差 只不過指揮中心 也向地方喊話 疫苗造冊施打必須符合規定 新北喊沒有疫苗 卻屢次發生免預約打疫苗事件 恐怕讓還在等候 解訊通知的民眾 非常不是滋味 好多一個人這樣插隊 就是少一個堂堂正正去預約的人 你的機會就少了 詩琦要表達 的確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用預約系統 是因為他每個禮拜三 他要整單 他要整單 然後要配合說 我們現在的數量 然後以及預約的 然後因為你有勾選說 你的意願要打哪些 他必須要對接 那你必須要喬接了之後 你才可以有效的計算出說 好那所以這一批可以多少人 我開放到幾歲去施打 所以如果不是按照這樣子的順序的話 他很容易就會亂掉 他會使得 有登記預約的人在吃吃的等 吃吃的等的狀況底下 因為你前面跑去說 跑去用里長廣播說 你們當初沒有打的 沒有預約的 或者是幹嘛的 你們通通都來擠在那個地方 擠在那個地方 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群聚的問題 好那你這些人跑去打了之後 你用掉了那些 這些是疫苗的數量 那後面的人吃著等 請問那他預約是預約好玩的嗎 他就等不到 所以以至於你們的市長才會說 不然這樣沒有了 那我們就停打 你是把把這些 有上網登記在在等待的人 裝校圍嗎 對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桂雅提到說 好那有一些長者 他們當初去 他們可能有預約 可是時間還沒到 我可能是因為那個 很多要搶時段嘛 對 然後呢 他可能搶到明天的時段 可是今天里長在廣播啦 現在 趕快喔 現在去就有喔 對不對 我趕快跑去那邊喔 那可是我跑去那邊打的時候 我就沒有去跟 我預約的診所說 我要取消 所以那家診所會怎麼辦 他就會有殘忌 那他有殘忌怎麼辦 喔 哭客啦 快啦 我趕快哭客 要不然就浪費啦 所以他如果不按照順序施打 他製造出來的問題 就有多重問題 白等 等不到的問題 然後這個你 你診所要哭客的問題 還有老人家跑去群聚的問題 所以所以我會覺得啦 就是說現在的狀況就是 你必須要按照那個順序來施打 你才會才會有公平性嘛 你不可以破壞那個秩序 因為你破壞那個秩序 從頭開始我們的疫苗的數量 對接 然後品牌的選擇等等 就會亂掉啊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為什麼要破壞這個規則呢 所以插隊 然後製造出這麼多的問題 使得應該要被打到的人沒打到 我才會覺得他類似好心肝事件 他儘管不是完全一致 可是他製造出來的效果 某種程度跟好心肝有一些相似處 所以這些都會造成 該打而沒打到的人 心理上面的不平衡啊 就是這個就是被剝奪啊 應該屬於我的疫苗 我已經到了時間了 結果被你打 被驗人知情給我打走了 你還我 你給我還來 我還沒打到 因為葉原是訂 你是單挑莫德納是不是 一直等不到 我想補充一下 我昨天看到就是說 藍營的政論節目 怎麼談這個問題 他說因為疫苗不夠啊 反正他就是緊咬這一點 他說我們又不是打給外國人 我們打台灣人啊 為什麼台灣人不能打 這個台灣民眾犯錯了嗎 那就是疫苗不夠啊 你中央政府不夠力啊 他們要行錯的就是這個 他們就要行錯這個 但是我必須要講 今天全世界的國家 除了像日本 因為他要辦奧運 所以他當初多買了很多疫苗 或者我們看到本身是生產疫苗的國家 例如說美國 他自己有莫德納 他還有輝瑞 或者我們說像德國的BNT 或者英國AZ 這些國家或者是跟 就是說加拿大 因為他跟美國很近 這些國家 他可以採購很多的疫苗 但是其他國家 我們看到現在 以色列已經要打到第三劑了 就隨著我們知道 這個病毒一直在變種的情況之下 所以現在說實在的 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都在缺疫苗 不是只有台灣 而且我必須要講 我們今天的這個確診人數 就來說的話 全世界的疫苗廠 他絕對不會 第一個想賣給你 我們疫情有多緊急 你趕快調回來 蠻困難的一個說服力很薄弱 他說你們一天確診多少 我們這十幾個 那你們急什麼 那個全東南亞的印尼 馬來西亞這些國家 一天確診人數這麼多 他當然救火要救在急 所以我覺得就是你要考慮 那今天這些疫苗廠 他當然要考慮 那除非我們說我們疫苗的價錢 比別人貴十倍 那他可能會賣給你 可是現在問題是 你那個順序被你破壞之後 就像剛剛時機講的 那個會有蝴蝶效應 我們看到林靜穎醫師 他說什麼 他弄了兩張圖 他告訴你說新北市發生什麼狀況 地方就是亂做人情 你不用預約也可以施打 板橋有 新莊有三峽也有 他們說五十歲以上 你現在來就可以住 那雲林的部分也是一樣 北斗 斗南 虎尾 來 小芳姐 我給大家看 這個其實如果新北的亂打 剛才我們聽到 在那個新聞片段裡面 打的是莫德納的話 這個是非常可惡的事 給各位看這個數據 因為我們現在莫德 AZ的到貨數是 已經到貨五百八十三萬劑左右 然後那我們已經這個打掉 已經施打掉大概四百八十五萬劑 那但是莫德納 莫德納到貨的這個數字 其實是比較少的 因為我們現在只到了三百六十五萬劑 可是打掉了 已經將近三百萬劑 兩百九十七萬劑 我為什麼說這個新北市 如果是亂打的是莫德納的話 是非常可惡的事 因為莫德納 第一劑跟第二劑的中間的間隔 大概是八個禮拜 那如果是孕婦的話 可能可以稍微提前一點 所以我們因為莫德納的數量 現在全球 照阿晃剛剛講的 現在全球其實都缺貨 所以如果說第二劑補不上的話 對於第一劑已經施打莫德納的人來講 是非常非常高風險的事 所以為什麼這一群人 特別是第一到三類的 還有孕婦呢 他們在施打完第一劑莫德納以後 他們都已經去登記了 他們已經登記說 我大概在什麼時候 我要去施打我第二劑的莫德納 所以新北市 你如果是亂打的 你叫里長出來亂打的是莫德納的話 你這是非常可惡的 因為你影響到的是孕婦的權益 你影響到的是第一類醫護人員 他們在施打莫德納補第二劑的權益 這是非常可惡的事 因為可能會造成他第一劑的保護力下降 那你第二劑沒有補上的話 那整個的對他的這個疫苗 他抗體的形成就會有一定的這個差距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惡的 第二點是 剛才原知提到了說數位落差 來我們這個現場 或者是我們這個電視機前面 我們大概有非常多50歲以上的這個朋友 你有數位落差嗎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長說你有數位落差 那什麼意思 我相信或許任何一個年齡層都有可能會有數位落差 但是這個絕對不應該是新北市長拿來說 他要亂打疫苗的時候 認為50歲以上的人 這些的這個年長者 那他們會有數位落差 那你數位落差 如果真的是有數位落差 你的解決方式是叫里長 然後開著車子 然後拿著廣播 這是你解決的方式嗎 不應該是你解決的方式吧 所以從頭到尾 他就是在亂打 他在7月27號當天 他打了六萬八千劑 平常呢 平常能夠打超過五萬五千劑 這個就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一天了 那竟然在7月27號亂打 打出了這個六萬八千劑 那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他是要消 因為我們前一陣子大家在討論 他還有很多的庫存 那他庫存打不完 所以他現在要先講說 這個我可能疫苗不夠 要去營造那個疫苗不夠的氣氛 然後要趕快把他的庫存打掉 那唯一的辦法就是亂打 但亂打你影響到的是一到三類 影響到的是孕婦 侯友宜 這是非常缺德的事 小芳姐講的是影響的部分 那大家都會心理不平衡 憑什麼我照整機來 你就可以這樣 他製造的一個不公平 就是我預約的人 我等不到 我一個不公平 第二個不公平是呢 你在逢生的時候 我沒在家 我沒聽到 我是不是覺得說 我也覺得很不公平 我想請問原資 原資是板橋的市議員 你們板橋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快打 有沒有設置這樣的一個施打戰 有啊 有在你現在有站 因為現在看到就是三重 有啊 板橋有 原意板橋原區有 我剛剛有承認 我剛剛說各地都有 他是全市 他有沒有跟你們市議員 我沒有我沒有收到 他對何博恩比較好 何博恩有收到 何博恩講說市政部 還有跟他說給他扣打 然後我也有在別的群組 我有看到別的群組 有土層的議員 把這個東西當人情 民進黨籍的 傳給他的支持者說 市政府現在在針對里內的人 每個人可以打 你們趕快去打 所以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大家剛剛講的部分 我也是同意 就是說是不是有可能 這個做法下面有一些弊端 可以改進 這我也同意 但我覺得他的出發點 還是認為就是說 有一些人是沒有被照顧到的 那所以是希望照顧到那些 那你說五十歲以上 有沒有人不會用網路 真的有 因為我以前服務處也是有人五十歲左右的 他說他就沒有網路 他比較貧困 沒有電腦 請我們幫忙登錄的 也是這個部分也是有 那這一次的 這次拿出來打的疫苗 跟第四輪所謂的新北市政府說 要缺的第四輪疫苗 其實是兩件事情 因為現在唐鳳系統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他會先請你去上網預約 然後如果你符合資格的話 他就會發簡訊出來 那在第四輪的部分 有二十七萬人是可以收到簡訊 他是符合資格 可是中央本來預計發給新北市 只有配二十萬劑 所以他就有七萬劑的落差 而且是八月四號才會補齊 所以新北市才會認為說 這部分有短缺 所以我中間先不要打 等到八月四號 他補齊之後 我再開始施打 那個由來是這樣 那現在多出來的部分是之前剩下來 所以這兩回事 那當然大家會質疑說 那你為什麼不把之前剩下來的病 入到第四輪拿來打 可是這個第一個 他的疫苗也不一樣 第二個 其實我覺得中央跟地方 其實這都有溝通 那個地方打疫苗 絕對不會是背著中央在打的 其實中央都知道 中央也沒有叫地方 把之前剩下來的攪回 中央會知道說你透過一個你一定會哄賞 就這樣煮 來來來 志尚老師 對 我覺得源自剛剛說 有點移花接木 第一個 我剛剛講 那個所謂有民進黨 存的議員拿來做人情 你要先搞清楚源頭 要不是新北市政府這樣子開放 讓大家去亂打 不會有這種各式各樣的這種地方 民意代表拿來做所謂人情的狀況 我覺得就是要不要移花接木 第二個你剛剛這問題的本質是什麼 就很簡單 還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你有多的疫苗 那你應該就回歸到剛剛小邦姐講的 按照順序該是誰打 他登記怎麼打 你去把這些人撈出來打 是不是數位落差 是不是技術上的問題 那是可以克服 但是並不是代表你可以用這種大拉拉的 用廣播來怕 那種這種方式就來解決問題 所以本質上是這樣子 那至於說 不要忘了 不管你什麼第幾類 第幾類 這類有多 那一類有少 第幾次的這個預約 第三次有多 第四次有少 但是問題本質你不要忘了 誰先喊說 這個我的疫苗不夠 新北市 誰先喊說八月一號到八月四號 我要停止接種疫苗 新北市 誰又在竟然在前兩天開始大放送的 趕快叫大家不用預約 不用排隊來打疫苗 而且請注意是五十歲上 是五十歲以上 你這一批有很多本來是本來就在要要這個八月一號八月少可能要打的這些人 他變成是我就趕快跳出來這個名冊不按照這個來打誰破壞了遊戲規則 新北市而你帶動的這個輿論風向不是只有你新北市你還帶動了其他國民黨執政的縣市也比照辦理說我們也沒有疫苗我們要停打去過度施打中央 那我覺得新北市的副市長劉和然講的最直接 我覺得他也是算吃沉濕豆沙包 一共想 什麼叫做什麼叫做疫苗不夠 想打的疫苗打不到 我們想打疫苗沒有疫苗可以打 就叫做疫苗不夠 大家不就是按照順序來打嗎 那我照你這樣來想 你想打都不會死的話 那也要怪在台灣政府身上嗎 所以其實根本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整個藍營要借疫苗 這種方式來凸顯說好像台灣疫苗不夠的這樣子的狀況 因為你亂講大臺講說新北市也有好心肝事件 不過回頭來看台北市的好心肝事件 我們休息一下稍後來看到是 柯市府公佈了調查報告沒有錯 但是我們也還不知道Ben是誰 然後問說請教一下 你這個診所施打名單要不要也一併公開呢 柯文哲就說 這個如果真的要公佈名單而為 你到底要公佈到什麼程度 他認為要有法律的基礎 我們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你調查報告出來 大家就會好奇 你好心肝的調查報告 你總要告訴我們關鍵的那個Ben是誰 那你總要告訴我們說 誰有那個特權可以去接種 好心肝的疫苗 這大家都非常想知道 不過裡面都沒有這個東西 來包括前立委黃國昌他也在質疑說 你為什麼不公佈這些施打對象的名單 是不是要遮遮掩掩掩 我請教范老師 你覺得這個名單有沒有那個必要公佈 大家是不是也會蠻想要知道說誰才有那個特權 但是柯文哲他講說 應該這個是有法律基礎問題 可能他在想什麼個資等等 怎麼樣來看 他只公佈了高家瑜 我們知道裡面就是高家瑜了 大家都沒有公佈 那我們當然想要知道 就是說在那個疫苗缺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好心肝的這些 可以用特權疫苗去施打的人 我們當然想要知道 這個人為什麼有這個門路 有這個方法 還有為什麼ban有這麼大的一個權力 現在看起來大家都在跟ban做切割 那個黃晨山也說跟他也不認識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疑慮都沒有真正的凸顯出來 表示臺北市震風處做這個報告 大家覺得為什麼在現在奧運期間 大家都在關心奧運的時候 忽然放在網路上 這個時候是不是想大家因為比較不關心這個事情 想要掩人耳目 就大家就覺得很大 起碼你可能不會討論 然後我必須要講前兩天 這個遠見雜誌做的各縣市的滿意度 二十二縣市 臺北市不得了 三項都是冠軍 第一個對於施政的分數 從打分數 從零分到一百分 臺北市是六十一點八分 是全臺灣最低的二十二縣市最低最後一名 六都的最後一名六十一點八分 只是及格是六十分 勉強及格 你的冠軍是從未來開始算了 最後一名 所以我們看到而且比去年還降了三點一分 好再來我們看到他的施政滿意度 百分之四十四點四 比去年降了百分之七點九 同樣是二十二縣市的最後一名 也是六度的最後一名 好那我們說對他的施政不滿意度 百分之四十點三 比去年還增加了百分之五點八 同樣是二十二縣市的最高 這個臺北市終於拿第一名了 不滿意度最高 也是六度最高 所以但是柯文哲很有趣 他今天剛剛他的研考會推了一個民調出來說 對柯文哲的滿意度是五十二趴 不滿意度是三十五趴 我不曉得為什麼 臺北市研考會做的民調 柯文哲是這麼高的滿意 至少是超過超過不滿意 但是遠見雜誌 他是長期在做 每一年在做的民調 柯文哲卻是掉車尾 那我就不曉得 這個民調 他就是要說遠見不夠準 我研考會 問題是遠見雜誌 他是一個長期在進行的民調 而且是有軌跡可循的 臺北市在柯文哲當市長之後 幾乎都是敬肥莫作 所以我不需要講說 今天還要用這個研考會 還要還要用這個民調 來告訴臺北市民 你們的市長是很棒的 但是我不需要講 從這件事情 我們也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好心甘的事情 為什麼柯文哲現在 他都是只公佈對他有利的 對於他不利的部分 他都是蓋過 這也讓我們覺得很失望 就是說我們明明政風處 他應該是一個超超超越政黨的 政風處的上司 是我們的這個法務部 他所管轄的 為什麼他做出來的一個 這個調查報告 是這麼的奇怪 然後柯文哲還在那邊 我這邊虧說什麼什麼 他們下面的余科長 什麼變成雙眼睛變成熊貓眼了 然後他們回家 不要再幹了 我真的覺得說一個市長 你今天對你下面的衛生局的官員 你是用一種很親密的態度 你們變熊貓了 你們這個精神壓抑太大了 工作做不來 你們回家去吃自己好了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想法 那難怪就是為什麼衛生局的官員 現在士氣非常的低落 而且還要幫你好心甘的事情 去扛責任 還要被迫去寄過 然後還要被迫調職 所以這就變成說你 然後柯文哲就說 你們這些衛生局 這些文化不 組織文化不好 把所有責任怪到衛生局 那柯文哲誇張是罵完就算了 這件事情罵完就算了 不過因為我想要徵求一下 新北市的 新北市的 我想要徵求臺北市民有沒有 來賓有沒有 兩位 請教一下 你們可以直通黃珊珊嗎 因為黃珊珊說 有我的Line 其實隨便一個市民 市場的攤分都有我的Line 我請教一下兩位 擁有他的Line 可以跟他互通嗎 你會覺得很奇怪 如果黃珊珊 我們以前還 就是有時候節目上會碰到 可是從來沒有Line過他 我不知道他的 根本是建民 是市民 就是說怎麼會 他怎麼 他怎麼會說誰都可以 我覺得 臺北市公佈的那個調查報告 其實他是在做政治公關形象的 因為他那個報告裡面 突顯的就是 我柯文哲其實都有在罵你們 都有在盯你們 你看我氣到快抓狂 被你們氣死 都是你們下面的人 都沒有做好事情 而我卻是那個 最有盯著你們做事的那個人 所以我覺得他比較像是 政治公關的危機處理 然後並不是要告訴海北市民 真正的真相是什麼 就你所謂的公開透明 到最後大家最想問的阿Ben是誰 阿Ben都不知道是誰 然後然後就找了 找了一大堆的理由來搪塞 通通都是別人的錯 如果他說他做了這麼累 這麼累就不要做 可是你的衛生局長 本來是要辭職的 不准他辭 然後他後來很想上班 不准他上班 他很想上班 然後還說你去給我請假 那所以到底是要怎樣呢 在你下面做事一下子要被你罵到說 你趕快去辭職 那真的辭了你又不准人家辭 所以他有點前後矛盾 這個就是柯文哲 其實他並沒有要跟台北市民 公佈一個真正真相的調查 他只是在把自己的形象包裝得更 更符合他認為的應該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台北市民 又沒有黃珊珊的line 然後又要被市長這樣騙真的是有夠衰 來小房姐 我覺得黃珊珊講這句話 會讓所有的台北市民更氣 因為現在我們是降級不解封 有很多台北市的餐廳到目前為止 還在硬撐著 因為沒有辦法內用 很多的餐廳 大的餐廳都已經受不了 更何況那些小吃店 為什麼 就是因為台北市的防疫做個2266 那不是黃珊珊的錯嗎 不是柯文哲的錯嗎 但黃珊珊居然在好心肝這個報告上面的時候 一推256 我們都台北市民隨時都可以line我 都可以跟我講 這個不是個事實 但為什麼台北市長跟台北市的副市長 他們把謊話講出來 是講得這麼的輕鬆 我覺得這是讓所有的台北市民 會覺得非常憤怒的 那今天其實我覺得好心肝的事情 也不是像這個柯文哲市長說 這個還有什麼法律的責任 你在公佈高嘉瑜 我不是幫高嘉瑜講話 你在因為高嘉瑜也沒有就好心肝打疫苗 那但是你在公佈高嘉瑜這個名單 因為你指稱的是一個政治人物在進行官說 這個是政治人物 他的政治生命必須要陪進去的 你在隨便講的時候 你把高嘉瑜給拱出來 但是你怎麼都沒有考慮到 這個有沒有法律責任 高嘉瑜會不會告你 我想高嘉瑜以跟他的關係 應該是不會告他 所以柯文哲他想要的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嘛 他想要的 他就像實際剛剛講的他想要的是要博取他 他希望能夠換取更大的聲量 可是柯文哲你真的能夠討到好的聲量嗎 其實我們從這個像遠見的這個這個民調 他一定會說那是一四五零做的 那些都是用錢買的 遠見又是一四五零 反正只要說他不好的 他就是說人家用錢買的 民調用錢買就有 那但是有一份的這個民調 在調查政黨的支持度的時候 那一份是政大的這個民調 政黨的支持度 民眾黨在去年的時候 還有四點九趴 那今年的時候只剩下四點一趴 四點九降到四點一 雖然只降零點八 但是他那個母數擬除起來就發現 這個對柯文哲來講不是損傷很大嗎 所以柯文哲他這一份的報告 他現在用盡心思 他想要去去拉攏的 他想要去鞏固的 就是那個四趴 就是那些民眾黨的那些 那些所有在網路上面幫他講話 或者是幫他出征的這些的白粉們 那但是這對台北市民 這是公平的嗎 這對台北市民 我們不管是前一陣子 老人家在去打疫苗的時候 他們所受到的折騰 或者是他到目前為止 他還想方設法 要去搞一個什麼台北通 讓台北人不要去用那個一九二二 滿心的壞水 這我覺得就柯文哲 現在的一個心思 晃哥 因為柯文哲蠻有意思的 那個報告出來之後 還包括有一個會議記錄 對不對 他的那個連政透明委員會 就是說二十二號 有這麼一場會議 而且逐字稿沒有關係 給你看 反正都是罵自己小孩的 沒關係 我就給你看罵這個衛生局 然後這裡面講 我怪他們說 你們有問題就舉手 壞消息就網上傳 這個速度 要決定整個團隊的好壞 這是組織文化 要去改進的地方 該罵的還是要罵 然後就開始講 剛剛范老師講了什麼科長 睡三小時變成熊貓眼 還要罵他 我都覺得罵不下去 所以寄個申戒就了帳了 那可是想想這些人 實在是很辛苦 有這麼可能罵完就算了 原來他的那個臺北市政府是這樣 這個部分的罵完就算了 你想想看王必勝 正如正妹替他做些指導 還在講什麼設計什麼的 他好像也是罵完就算了 怎麼來看 其實柯文哲這個資料有兩份 一份是正峰 正峰處的調查報告 一份是廉政委員會 當天開會討論到 這一部分的逐字稿 其實你看廉政委員會 柯文哲在那裡面 他大概從頭到尾在怪了一件事 叫做組織文化 或稱為機關文化 他說這個臺北市政府 機關文化就是這樣子 就是沒有人敢舉手發言 問題是柯文哲市長 你幹了市長 已經幹了六年半了 你到現在還在怪這個機關文化嗎 那你就是這個 你這個市長領導無能了 因為你沒有辦法改變 你已經率領六年半的 臺北市政府的組織文化 跟機關文化 那你要怪誰呢 而且你看到在廉政會的討論 報告裡面 柯文哲從頭到尾沒有怪過自己 他裡面 他在裡面就完全就像是一個暴君 罵這個罵那個 但是沒有罵自己 你這個報告 你看得下去嗎 要不是他一開始 那個六百六十瓶會發生這個事情 柯文哲這報告 你看得下去嗎 整個好心肝關鍵的人物 叫做ban 請問政風處 有沒有約談過他 ban是誰 政風處給的理由是說 他是周圍人士 而且因為他說黃珊珊 跟那個好心肝 那個許批 他們兩個說法是一致的 所以沒有約談ban的必要 請問這個是政風處 是這樣子辦案的嗎 這個ban才是關鍵人物 因為其實衛生局的那個鼓掌 這在政風處報告裡面想得很清楚 衛生局那個鼓掌 他在六月五號以前 他擋了好心肝三次 好心肝三次跟他要疫苗 這個鼓掌擋了三次 但是六月七號 當這個ban這個許批 透過ban跟黃珊珊 許了一個怨之後 六月八號就拿到了 請問黃珊珊是阿拉丁神燈嗎 那這個ban是許願池嗎 所以這關鍵人物就是ban 要不然那個鼓掌 為什麼之前擋三次 到六月八號 這個ban跟黃珊珊 轉達一個簡訊之後 突然就領到了 而且還領了一百多頻 然後你告訴我說 這個ban不是關鍵人物 你請問你是在騙三歲小孩嗎 我現在還真想有黃珊珊 來我很想問他這一題 就這個ban到底是誰嘛 所以這個政風處 這個報告完全就是把風而已 他沒有在調查 所以這個事情 因為現在北檢也在查 我希望臺北地點檢察官積極一點 把這個案子查清楚 至少你要去問一下 讓我們知道這一位ban 到底是誰嘛 他為什麼他的意見 可以得到黃珊珊副市長 如此高規格的重視 在他講完之後 好心肝就有疫苗 在他之前鼓掌擋了三次 而且這三次不是說在一個月前 也不過就前幾天的事情 這中間轉折點 ban當然是關鍵人物嘛 當然要好好查清楚 來自盛老師要補充 是沒有錯 我覺得臺北市政府 政風處這個 反正整個報告出來了 或政風處快變成把風處 就基本上 你會覺得說 剛剛講 其實不要忘了 整個疫苗的爭議當中 這裡面提到的好心肝 核心已經被轉嫁給高嘉瑜了 還有一個政心呢 所以這一些東西 那在哪裡 你說好 這個只談好心肝 那你後面 政心的問題 你要不要再公布出來 那這是第一 根本的問題的本質很簡單 就是你公布的東西 跟沒公布是一樣 那個叫做甩鍋 那個叫做把風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去完整的 去陳述這樣過程當中 你說變不重要或什麼東西的 那包括什麼 包括哪些人的名單 柯文哲還在跟你講說 對不起要有法律基礎 我不知道法律基礎什麼 你只是公布名單 很多名單的公布可能是王軒盛 然後這個月差之之類的 他不會是一個玩的 我們只要是知道 你有調查清楚這些名單出來 你有公布出來 你好心肝可以公布 你核心可以公布 你政心也可以公布 你公布 這重點是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之前已經知道 好心肝有部分名單了 對 誰會有這個部分名單 逼著這些藝人 這些其實可能很多 真的是在做善心志工的藝人 要逼著他們出來道歉 那這些名單又是哪裡來 又是怎麼樣的被轉移 所以這其實真的很中間很多 妹妹剛剛是柯文哲在操作 那最後一個我要講是 柯文哲你講那個組織文化 我印象中二零一四年 你要選擇 你就是要起來說 你要改變台北市的組織文化 改變了六年多 臺北市民給你六年多的時間 你是改變到哪裡去 改變到連國際認證 外交家雜誌都告訴你說 臺灣的防疫是 這個過程兩個月的變化 臺灣的政府是非常努力的 他就說這是隨便的一本雜誌而已 結果他批評你就說 這個是阿貓阿狗的雜誌 去年你還有去投稿 去年你還有去投稿 而且這本雜誌 他雖然是網路雜誌 但是他二十年了 中間有非常非常多的 美國的日本的 我查了一下 不管國民黨民進黨執政時期 都有很多的美國日本 臺灣的相關的外交人員外交官員 還有學者們在上面投書 你如果這本是阿貓阿貓的雜誌 那你去年是做了什麼 見不得人的事 外交雜誌雜誌 雖然是個網路雜誌 可是他基本上是一個 還蠻算帶重視的 一個英文的一個政治刊物 他是比較偏向政策分析的 所以我覺得克文哲 這個時候他去年去接受訪問 他覺得這個雜誌很好 他今天做這個雜誌很爛 所以我會比較講 他講主持文化 全臺北市的哪一個局處 是他最可以掌控的 衛生局 你的老師黃士傑那邊當局長 怎麼搞了半天 你的老師都搞不掉 搞不好這個局 那我覺得其他局處 我看更是分崩離析了吧 但是我比較好 現在柯文哲在玩一件事情 他現在跟羅志強在一搭一唱 羅志強這兩天講什麼 他要柯文哲硬起來 不要打國產疫苗 他下一步 我覺得他要發動一件事 就是因為八月份 可能國產疫苗可以打了 高端 臺北市可能是拒絕打疫苗 你說到時候還會一波的 他要玩這一招 就他帶頭拒打國產疫苗 跟中央徹底的唱反調 那到時候我覺得 那就給這個陳中央找麻煩 那如果我們臺北市民 我想打高端 我去哪裡打 所以我覺得他在剝奪 臺北市民的權利 現在高端疫苗的這個預約 已經將近快七十萬 很快就要可能 我記得昨天已經八十幾萬 八十幾萬 一直在增加 民眾對國產疫苗是有信心的 至少不排斥 可是柯文哲跟羅志強 羅志強是革命石油院院長 他們可能要串聯其他藍營縣市 要做一個抵制國產疫苗的動作 我覺得這是我們CDC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打疫苗是不能夠亂的 不過我們還要來看到的是 中國河南鄭州水災 他們臨難者說已經投棄了 那麼地鐵站外面 有一些民眾就是獻花 要來表達悼念 那有一個是少年家 他在現場在拍攝 拍攝也不行 被標形大旱 大家來圍毆 我們一起來看 剛看到的是在河南鄭州的狀況 其實他們一直就很想要遮遮掩掩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是在昨天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在廣州 也下了一場大雨 下大雨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先看這一張照片 嚇死人廣東廣州怎麼樣 這個其實他們地鐵站 這裡有一個破口 然後水就這樣宣洩進來 當下其實民眾趕快疏散 不希望說再有悲劇的發生 那說疑似是站內有一個 在施工的預留出入口 他的擋水牆被積水梗衝毀了 那我請教原知 就是說從河南的鄭州 到廣東的廣州 有點怪怪的是說 他們的那個洪災 好像防範能力 沒什麼樣的能力 因為現在就是極端氣候底下 建築物下面你要設計 我以為他海綿城市 是已經盪了 完成式的 不是新建完成 他已經花了非常多錢 鄭州理論是新建 要在去年新建完成 理論上是應該新建完成 那新建完成的話 你就是在城市的各個地方 你就要下大雨的時候 你要一些 有地方可以擠水 或者是他的道路 有一些孔可以保水等等 就會就會去稍微消底一下大雨的這種衝擊 可是你可以看一下這支正軸是完全沒有 然後第二個就是預警系統的部分 其實他們的預報早就知道說這個颱風要來 然後甚至於說大雨要來 可是你看那個地鐵一直到那個大水都已經進去之後 才 才準備要停死 感覺他的之前的預報完全都沒有用 總言之當悲劇都已經發生了 那民眾會吊念自己的親人 親家五十 如果遇難的話 去獻個花 有什麼不對嗎 那為什麼那個需要就是遮掩 他一是先弄一堵牆 二是你去拍 他們就說很可疑 拍了之後是不是要上傳 上傳之後就變成有一些新聞的引爆點 他們會歡樂 你會歡樂嗎 他們現在就是說民族主義高章 你知道他 他不是只有針對那些親人而已 他現在還有針對一些國外媒體 比如說德國之聲或外國媒體 他們要去內部做報導的時候 甚至還會被圍毆 被毆打 外國媒體都有被攻擊 所以有一些駐華的外媒 還發出聲明來譴責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們針對外媒覺得說 為什麼你們都不來報導 我們救災這些非常英勇的畫面 你們老師來指責我們的這個防災系統 問題以及來指責我們好像 好像在這個反應太慢 或者是基礎建設不好 我們救災救得很辛苦 這些你也要報 你不要一直問責我們 所以他們是所以你看到中國非常多的媒體 都是在宣揚說 好像他們救得很迅速 可是實際上對於大家根本的問題 到底這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以及這中間有沒有人謀不張 他其實是想掩蓋 所以他現在有一點點就是悲公舌隱 親人也懷疑你說會不會有人在拍的時候 這個影片會洩漏出去 會把我們一些弊端掀出來 所以就造成這個狀況 來 志聖老師 是 我順著言之剛剛講的補充一下 其實你從這一次這個鄭州的水災來看 現在一個根本的問題 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水災的問題 一個是後面處理的問題 那事實上有一些國外的 他已經把中國後面處理 這種大型災難的方法 已經做成這個標準化 SOP流程度 可是實際上對於大家根本的問題 到底這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以及這中間有沒有人謀不張 他其實是想掩蓋 所以他現在有一點點就是悲公舌隱 親人也懷疑你說會不會有人在拍的時候 這個影片會洩漏出去 會把我們一些弊端掀出來 所以就造成這個狀況 來 志聖老師 我順著言之剛才講的補充一下 其實你從這一次這個鄭州的水災來看 現在一個根本的問題 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水災的問題 一個是後面處理的問題 那事實上有一些國外的 他已經把中國後面處理 這種大型災難的方法 已經做成這個標準化 SOP流程度 什麼意思 你看中國如果帶大災難來臨的時候 你懂 第一個公布真相 叫做永遠不可能 所以這條路不會走 這個沒有了 那再來怎麼辦 再來就是想辦法隱瞞真相 封鎖消息 那怎麼辦呢 如果說隱瞞成功封鎖消息的話 那這個消息就不見了 那災難就消失了 問題是從去年武漢肺炎 到這一次鄭州洪水 看起來都是失敗的 那如果隱瞞失敗怎麼辦 趕快再做第三步 第三步是什麼 第一個趕快文宣準備 文宣準備就是剛剛原子講的 你要報導那種 他們救災很辛苦 有很多人投入這個相關行列 感動中國 那用這種方式 進入到一系列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大內宣的流程 透過這個流程告訴大家 讓大家忘了 忘了這場災難 只記得感動的 這種救災的過程 這個其實你在鄭州發現 你在其他不同的災難當中會發現 你會看到說 其實中國現在面對這種 不管是天災還人禍 這已經是這個中國政府 他冠以用的這樣子的一個伎倆跟方式 所以你不會看到災情的真相跟內容 當有外媒要去報導災情的真相內容的時候 你就會被具有這個胡錫進說的 充滿政治道德認知的這些河南民眾們 把他拒絕掉 那這個就是一個 基本上已經形成這樣子的狀況 這是一個部分 那第二步才回來講說 那水災的狀況是什麼 其實還是那句話 還是人禍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就好了 幾乎變遷 但是現在有 中國有將近十萬個水壩 但是真正有檢修過四十年以上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 你說任何一場洪水 他拿抵擋得住 來 范老師要補充 對 這次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浙江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 他是浙江出身的 也就是習近平在當浙江省委書記的時候 是提拔樓陽生 所以大家說他是之江新軍 那鄭州市委書記 徐立毅也是浙江出身的 也是之江新軍 他是杭州大學地理系畢業的 還當過寧波市的水利局的局長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他當過水利局長 應該會比較瞭解這次的洪水 可是問題是 他在決策上做了一個最大錯誤 他在這個大雨來之前 他提出了五步 哪五步 第一個 重大水利工程不能出事 還有一點 重要交通不能中斷 就是因為重要交通不能中斷 所以為什麼剛剛談到了捷運 還在讓他行駛 就是因為市委書記 徐立毅 已經下了命令 地鐵要照走 所以我們看到 當那個水已經進到的地鐵站的時候 他依然沒有讓地鐵 那范老師你覺得會就責到他嗎 因為我們看到習近平 有去勘災嗎 好像還沒有出現 對 到目前來止 再對大家來看 樓陽山基本上比較沒問題 因為他是六月份才上任的 可是徐立毅在盛州市委 是不是已經當了兩年了 可是這兩個人都是習近平的人馬 所以他勢必要把左綁右飛 要砍掉